作詞人士 君 美蛇 你們像一類魅力團體 因為你們一邊都是 你們是希望爭取更多的資源 以及社會的認受性 或是你們的專業地位 我相信這個角色是很難避免 作為一個比較壓力的團體 也可能是之前說 為什麼沒什麼人會去做這類型的團體 沒什麼人成立這類型的組織 就是這個原因 壓力團體不容易做的 我在這一刻都不敢說 我們一定會做到 做得好 或者是可以辭職地做 但是我覺得在比壓力之前 首先我們要確隔了我們自己的專業 如果你們連一個水平都沒有的話 你怎樣要周邊的人去認同你 不要說是大眾市民 甚至是在做表演藝術的同行 都有人提醒我 為什麼你不做一個表演同盟呢 連起來吧 真的不行 你們操作的東西都差不多 或者你們對香港政府的要求可能都會類似 大家一起 那個力量大一點 我們都等待大家給意見 我們不是只想做壓力團體的 我們不是只想做完之後 沒有嫌疑的 我們都想執行那個意見 甚至 如果有好的話 令到大家一起去做 去工作給你 追蹤因為工作 不只是去搞破壞 我剛才說的 左衛家聯會和香港左衛家 及左衛家議會 他們其實都某程度上不住一個公會 因為我覺得香港旗外任務上 其實不只是在藝術界 而你數其他行業 數公會 你都很難數到一兩個 香港公會的文化不是真的認得這麼強 如果我們說公會是說勞工法裏面 譬如說是集體行判制度 說勞工的法例 說勞工的權益的時候 其實香港的勞工法根本就不提供這件事 例如集體行判 我們根本就沒有一個集體行判法 是去由一個所謂一個大眾 然後授權一個組織來代表這群人 其實香港沒有的 你一定要自己個人人品 其實如果在一個法律稅務的平台的時候 我覺得香港本身為何沒有公會 其實我程度上是因為社會的結構 即是法律的結構而造成 公會 公會就是我在英文 Labor 就是Labor Union 大家從事藝術其實都有點誠意見 不想自己是一個Labor 我不是說笑而已 譬如那個集體行判的東西 我不知道我的概念是否正確 但我想某程度上它是意見了 譬如A工人和B工人 他們知道是一個可替換性 所以你可以將它是一個集體去看 所以因為這樣 他們應該是得到相同的待遇 因為他們在做的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才可以產生到 大家都會覺得 只要我們達到某一個收入的想法 大家都會同意 因為我們在做的東西是一樣的 但我想在藝術創作這件事 一定會成立的 同樣是作一首歌或者跳一首舞 對於去做這件事的人來說 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 這個是說 他放進去的除了是時間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是不能不可分別的東西 所以還有我們在說 一個談判圓的概念是一個買賣的關係 就是僱主去買我們去買 就是這個比較難聽的說法 對我來說 In essence, that's what it is 一個 labor union的成立 蟹我們都是賣的 做監製當然是賣票的 這是必定的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們是不是又要去強化這個談判